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4年的4月5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没有了80后参与的中国房地产将彻底凉凉 微博上名字叫黄成根奶爸的博主 发了这样一篇博文说 我曾经以为我家小区不会降价 北京西城区学区房中南海旁边 某机关小区人口流动很少 房屋买卖也不多 流动性很小 去年10月我家隔壁48平米卖了900万 今年上个月隔壁楼出了一套53平米的730万 这个降幅我盲才其他区域已经跌成降了 我们再看另一位博主经楼观察家的博文 大家认同我这篇微博吗 没有80后参与的房地产将彻底凉凉 同时他把它2022年12月21日的一篇博文上传了上来 他在两年前的博文中说 大家还记得我以前说过很多次吧 80后是现在的主要炒房大军 当然界限不是那么样的一刀切 这里的80后或许延伸到部分90后群体 如92、93、94、95前 等80后炒不动房了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彻底凉凉 我基本可以断言明年的房地产市场 不管怎么刺激 仅仅靠80后已经带动不起来了 因为80后的人这几年也被废的差不多了 如果国家真想让房地产重新激活起来 必须依靠70后出马 现在的问题是70后对房地产已经心如止水了 把这两篇博文放在一起看 我们就能看出点门道 首先连北京核心区西城区的徐区房 都下跌了近200万 原因就是买房人群减少了 80后包括95前 基本上是最后一代买房扛顶之人 过了94年95年出生之后的90后 流零后基本不太买房了 即使买房也是零零星星 不会像60、70、80后基本普遍全部买房 而这些人基本也都有了房 若是经济形势好 心许改善一下 现在经济下滑 这些人就都苟着 在自己的房子里凑合着住着 不改善了 另流雄基本退休了 70后也临近退休 工人阶层有的已经退休了 不想再折腾了 80后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 应该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学历经验都有了 但在目前的情况下 却一个个的过得胆战心情 非常害怕 裁员降薪 有着高额退休金的50、60后 他们的钱一部分花在了旅游和老年大学上 还有一部分支援了95后、00后孙子们的买房 很多95、00后有房 就是父辈爷爷辈的六个钱包支持的 人口红利是这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较大 抚养率比较低 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之前60、70、80都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时期 80后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 那时中国刚步入改革开放 80后成人之后 正赶上中国加入WTO之后 外资大量涌进的中国经济最好的时代 所以他们上大学有了用武之地 工资连年上涨 于是基本上在工作一段时间后都买了房 90年出生人也算在这里 而95后是70后的后代 很多父母在家加其他的几个钱包 给准备了房子 不需要房子了 再者 95后毕业参加工作几年后 中国经济的内外形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工作机会减少 还面临降薪参员 他们的生活压力骤然增大 而且房价在经过了涨价去顾存之后 也涨到了他们再怎么努力也够不到的程度 于是选择躺平 所以金楼观察家才说 没有80后参与的房地产 将彻底凉凉 现在不就凉凉了吗 这些年 国人经常自豪的说 中国的发展真快 看看中国的机场 高铁 桥梁 港口 高速公路 以及其他很多基础设施 修建的真好 可以吊达美国等发达国家 每当我听到这些时候 我其实都想反驳一句 你知道所有的这些基础设施的修建 在很大程度上 是基于土地财政 也就是基于老百姓掏空6个钱包 然后再加上透支 未来二三十年的收入 买房的结果吗 打个比方 再穷的打工人 如果提前预值 未来30年的收入来消费 谁还买不起LV 爱马仕呢 买完之后呢 之后就是收入逐渐下降 甚至下岗裁员再回来 大家就会感受到 高速发展带来的后遗症 30年的社会财富 被房地产吸干 让部分人报复 让更多的百姓负债前行 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 除了外贸 就是土地财政和政府债 本质就是债务驱动 中国的经济发展 6070后那时房价还不高 买得早 因此这两代人 基本没什么负债了 80后是属于扛顶负债 最多的一代 95后已无能力 或者也不愿扛顶 所以中国的房地产 就看80后 80后倒下 中国的房地产彻底凉凉了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